我們畫了很多這種小畫 那今天我來教一下很簡單的錶畫 因為我們在國外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 而且這種也是一種錶畫 也是一種藝術 所以要錶畫以前 這個是我們的畫 這一張畫 然後還要一張錶畫紙 這一張畫跟一張錶畫紙 這個現在是講材料 還有醬糊 我們可以就買現成的醬糊 還有小刀子 就是要材質的 還有兩個刷子 兩支刷子 這個刷子 最好不要用那種化學的 這個不吸水也不能夠打醬糊 那我們為什麼要兩支刷子 一支刷子是打醬糊用的 一支是乾淨的 我們要刷畫 還有那個錶畫紙 要給它沾合在一起的 就是這個 還有要一個這種的container 就是最好不要太高 只要能夠將那個醬糊跟水 能夠調在這裡 這就可以了 原則上就是這樣 這樣就是醬糊 刷子 還有這個東西 還有一個要噴水糊 我們要噴水的 這個是噴水的 好 我們介紹完了這些用具 表畫的用具了以後 那現在就差不多要開始表了 首先你要把這個畫 你要表的這一幅畫 要把它下面要裁一張紙 它會吸水的 普通的紙就可以了 這個紙就是人家印報紙的 印報紙就可以了 還有人家包裝 食物的包裝紙也是會吸水 也是可以 先採 採成一張呢 和你的畫 大小完全一樣的 先採 採成完全一樣大小的 採紙也有技巧 你就先把這個紙對折了以後 用指甲 把它壓得非常平 然後這個刀子呢 不要這樣 你就順著 順著這個紙呢 就這樣採下去 順著它滑 它就會採得非常平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這張紙就不要了 這張紙我們就 這是我們的一張畫的下面的紙 然後接著呢 我們這張是第一層錶畫紙 第一層錶畫紙呢 這有專業用的錶畫紙 也是你上淘寶或哪裡 市面上都可以買得到 好你這樣 這一張紙呢 要襯托 就是第一托 也有的人講是第一托 我們是第一錶 要比你的畫大出一點點 等等就知道為什麼要大一點 也是一樣 你比好了以後呢 用手指甲把它拉平 然後呢刀片 要順著這個紙 平平的 你就順著它下去 它就會柴得很平 它就會柴得很平 好這就好了 這我們就等等就可以開始錶了 而且呢這錶畫紙呢有兩面 好這一面呢是滑面 這一面是稍微粗一點 所以呢我們要滑面去接觸你的畫 好 畫的背面要跟你這個錶畫紙的滑面 接觸在一起 好 我們這個就先擺一邊 好 現在呢 我們就來調醬糊 醬糊呢 要調得很稀 好 你先弄一點醬糊 好 這樣就可以了 一點點醬糊 好 這樣就可以了 一點點醬糊 然後加水 大概就這個量就可以了 如果等等我們調開來以後覺得太濃 好我們就再加一點水 太稀 我們就加一點 再加一點醬糊 那我們就用這個刷子 你看這刷子非常軟 就這樣打 就把它打 打 打勻了 好 一定要打得很勻 如果說你要錶很多的話 你就 你可以用那個打蛋器那種 打勻的機器也可以 好 要不然原則上我們就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打到不要有顆粒 好 差不多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 像這個醬糊呢 你摸起來有一點點黏度 好 你如果要錶剪軸的話呢 就吸 就不要太黏 如果說你錶 錶那個 框的話 要裝框的話呢 你就可以 可以 就這樣 一點點一點點先把它打 這樣打 它就會很 很容易散開 好 這就可以了 你看 看不出有什麼醬糊 那個濃度呢 就像我們煮菜 勾芡的 那種程度就可以了 好 就這樣 有一點點黏黏稠稠 好 現在呢我們有了這個醬糊 大家看一下 好有點像牛奶的程度 不要太黏 OK 好 就這放在這兒 放在這邊 那我們現在呢就開始要來錶了 先要錶畫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把畫 這張紙剛才採好的那個 這個 就是那個印報紙的 你就先 要這個放在哪一面都沒有 放在板子上 然後把你的畫呢 放在這裡 為什麼下面要墊一張紙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是 有彩色的 有顏色的畫 好 萬一它 那個打了水了 又它硬開 硬開了以後 會再秤回來 所以我們讓這一張紙呢 來吸它的原料 好 放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先噴一點水 這個 噴霧器這個呢 不要太接近它 我們就遠一點 稍微給它噴一下 這個紙它就會把吸水分 好 接著呢 我們就用這一張 滑的這個 滑面向上 等等 我們要這樣挑過去 好 那現在呢 就是我們用這個醬粉 記得你在用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 調一下 要這樣把它調一下 要不然它沉澱了 不均勻了 然後這邊刮一刮 跟我們畫畫一樣 刮這個 肚子這邊 不要只刮這個前面 好 刮這個把那個水分 刮下去一點 好 把這個水分刮一刮 然後 這個刷子全卡 然後 你要刷 醬糊的時候呢 要從中間 往外刷 放射狀 好 我們看一下 中間往外刷 刷到底 然後再從這邊刷到底 你看這個紙就馬上被拉直了 好 完了以後呢 這一邊 再往下刷 好 一定要把這個邊刷得很均勻 然後這個往上刷 記得放射狀 水也不要太多 醬糊也不要太多 你看這個紙就非常的 非常平 而且不起皺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記得這下面的板子呢 你可以買這種防水板的 因為 因為它比較平滑 又看得清楚 你也可以在家裡的那個 餐桌啊 或什麼的 只要它不是很吸水的板子 都可以 當我們這個用漿糊呢 把這一些紙 都已經刷上漿糊了以後呢 這一張畫裡面的水分呢 已經吸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把這個畫呢 要表的這張畫呢 輕輕的把它用乾的刷子 剛才不是兩支刷子嗎 一支有漿糊 一支沒有的 就把這個刷子呢 把它刷乾淨 刷平 不要讓它有皺紋 刷平 好 現在就刷平了 你這個畫呢 刷平了以後呢 剛才我有把畫轉過來 本來我們是這麼放嘛 事實上我這樣的話 等等你們看起來 畫在牆壁都可以啦 畫在牆壁 看起來一張畫會比較漂亮 好 那我們要準備一支 這比較細長的 棍子也可以啊 這個竹子的也可以啊 都可以 只要找一個這個可以挑的 好 就把剛才刷好的這個畫呢 你把它挑起來 有沒有 把這個紙挑起來 掛在這上面 然後呢 用這個乾刷 拿在這右手上 拿這樣 然後左手挑這個紙 挑起來 看到挑起來 然後呢 就把它用這個右手呢 拿著刷子 然後順便 兩支手指頭夾著 然後我們就從上面 放下來 看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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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一點點 你剛才採紙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 多少 距離多少 好 那現在呢 就是把那個 上面留一點就好了 好 這個大概要加 調一調 先把這個邊呢 調好 好留一點 然後慢慢的放 因為這邊剛才呢 沒有放平 等等我們再調整 如果你一下子就放得很平的話 你就不用調 也可以現在先放 把它調平 好這一定要正 好 然後呢 你就慢慢 一面放直 一面刷 一面刷 一面放直 一面刷 輕輕的 先輕輕的刷 上上下下刷 它就會把畫表得很平 這樣就刷 刷下來 這就對了 然後你現在發現這如果有皺紋的呢 你就可以給它 敲一敲 敲一敲它就拉平了 敲一敲它就會 就不會有皺紋 然後這時候呢 就把這個畫呢 敲平 你可以這樣敲一敲 敲一敲它就平了 你看 有皺的地方呢 就把它敲平 好像這樣就非常的平滑 如果說你要 因為我們是習慣了 所以可以用這個白板子 你們可以找個 深色的板子 比如說褐色啊 或什麼的 你才看得到它怎麼區分 這個紫白色的跟著 好 現在這個不是上去了 好了嗎 然後你就用 這個醬糊 剛才有醬糊的 記得 把這個邊打上醬糊 邊 不要擋到畫 就邊打一點醬糊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現在這樣打好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上板 上板 好 上板呢 怎麼上呢 你就把這個用手指頭把它挑起來 挑起來 挑起來了以後呢 這個中指呢 按住這個畫 要不然它會分開 把它挑起來 把畫挑起來 如果可以 連下面那一張紙呢 一起拉上來 然後這右手在這 拉起來 拉起來以後呢 就可以上板了 就找一個板子 好 你就可以給它放在這個板子上面 那這板子上面呢 因為這有一張保護著剛才的話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些刷上去 把這個 剛才那個多出來那個紙呢 刷在這個板子上面 好 好 先刷在板子上面以後呢 你就可以 找一個地方 挑起來 挑起來 拿起來 挑起來 拿起來 吹一口氣 在這裡面 好 它就鼓鼓的 好 氣就吹進去了 然後把這個再把它打起來 因為呢 它必須要有時間 要乾燥 乾燥呢 它才會撐得直直的 然後把這一張拿起來 好 這張畫就錶好了 好 就這樣錶 那一個禮拜以後呢 你就可以拆開 拆起來 再裝框啊 或做第二錶 好 所以今天的錶畫 這樣就結束了 就是這樣 畫呢 我們的畫錶好了 上一次上板嘛 上板呢 要一個禮拜以後 它就會拉平了 好 這平這就畫就 然後你拆的時候呢 要把它 不要太靠近畫 輕輕的 刀子不要這樣啊 要這樣平平的 跟那個板子一起這樣 慢慢的拉過來就好了 也不要很用力的 先把它四個邊 靠近畫的地方 四個邊 把它這樣畫開來 畫開來 畫開來的時候 你用刀片一挑 它就起來了 挑那個三邊嘛 你這個地方記得 有時候我們貼醬膜 貼得太老了 所以你要用刀片 刀片這樣 要撥過去 好 那好了以後呢 你把它拉過來看看 這邊有了 你要拉過去也可以 或者是 你要這邊再畫一條線 把那個拉開來 也可以 這樣就拉下來 這個就不管了 我們這幅畫呢 拿起來了以後呢 你看看這邊有印章 或者是你提字在這個地方 所以要以這一邊為主 好 這一邊為主呢 你就給它 要用這一邊 你把它裁平 以這邊為主 裁平 也是一樣 一隻手要按著吃 然後這個刀子呢 一定要這樣畫 不能夠 角度不能太大 太大的話 拉不直 你看這就非常直了 畫呢 這邊拉好的時候呢 你就把這個畫對著 對著對好了以後呢 你這邊切一刀 切一刀 切一刀 切一刀你就知道了 切一刀了以後 你就在這個 切一刀的這個地方呢 用尺子 把它對齊 切好 這一刀 好 跟這一刀呢 對在一起 然後你切 就好 這就平 好 平了以後呢 然後你再把 這個 兩個切好的地方呢 对齐 然后呢你这两边 各切一刀 那在画里面 两边各切一刀 所以它距离也一样大了 那切一刀了以后呢 你看这边有 也切过的 这边又切过的 然后就把这两个角 切的角 那把它 碰在一起 再把它切掉 花一刀 这就很漂亮 然后刚才不是切两刀吗 这边还有一刀 你也是 所以这四边呢都已经 绝对平行了 这种就给它下来 好 那就这样再切一刀 这一幅画呢 就非常平整的 一幅画 那你就可以放在框 或哪里 你就可以装框了 我们来讲表画的下一步骤 这个是粗表 表好的 而且也踩过了 这个大家都学过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是要踩鳞部 我们这个有鳞部 鳞部呢 你就要踩这个边 你可以比它长一点点 差不多这个边 3.5公分 你就可以把这个呢 纸就量3.5公分 3.5公分就量好 就这样 这个是踩好的 现在这个旁边呢 踩好了以后呢 你上下也要有嘛 这个3.5公分 你上面呢 就可以做4公分 5公分宽一点好了 好 这怎么踩呢 就是你把这个边 这3.5公分的边呢 给它稍微宽一点 因为我们这中间要有锯条 这也是3.5公分 就这样 大概3.5公分 然后3.5公分完了以后呢 你就找这个鳞部 鳞部呢 这边刚刚好 所以上下呢 因为这是要做卷轴的 做卷轴的呢 我们下边呢 就用22公分 上面呢 32公分 就这样 总共总长55公分 下边分22 剩下的叶 上面 然后呢 我们就 就把它 两个点把它踩下来 好 现在纸踩好了呢 我们现在就来贴 贴边 怎么贴呢 就把你这个踩好的画 先画线 反正你就是要做板子 或做卷轴 都一样 要贴鳞部 贴好了以后呢 就像这一张这样 好 这是表好的画 然后有贴这个锯条 这叫锯条 跟鳞部 好 一定要这样贴 所以呢 我现在就一步一步 叫各位说贴好 就是这个样子 好 你先把这个画呢 四边 小小小的线 好 先画下来 因为你有线 等等你贴的时候 你就比较好贴 好 好了 那线画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贴了 贴的时候呢 记得一定要拿一块板子 好 一个板子 然后你把你的画呢 放在这个线 放在这个板子的边 正好 你看这样的话 怎么切酱糊呢 这是一卷的嘛 我们不要先剪掉 没关系 怎么贴呢 你要贴在这个画上面 因为你放这个边 你贴酱糊呢 就这样 用摸的 不是用涂的 用手指头这样给它挂过去 酱糊自然而然 因为你这个在边嘛 在这个木板的边 所以它这个纸呢 会往下 往下呢 酱糊就涂上去了 不要像我们贴纸这样 很用力的去摸 摸它 不要用放的 用这样靠边 把它放起来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贴好了以后呢 酱糊弄好了以后呢 把它拉上来 因为你这个纸 放在这个边的话 酱糊不会碰到板子 也不会弄脏这一张画 好了以后 你就把这个 这个锯条呢 就往这个线上贴 贴 贴在这个线上 不要用手去很用力的去涂它 就这样带住就好了 贴好了以后呢 你看 就跟画一样长 你就把它剪掉 就这样剪掉就可以了 像这个贴法 你要给它黏住的话 你要拿那个柴下来的纸 压在上面 用力的把它拉一下 它就会黏合在一起 而且酱糊 多的酱糊 这张纸 会把它吸干净 好 而且它黏得很好 好 当你一条贴完的时候 你最好转过来看一下 看它有没有均匀 你看 非常均匀 这就对了 好 这是一边 然后我们再贴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 靠边 靠边 這個邊貼好了 貼上下 面貼 對面兩邊貼完 長的貼完再切這個短了 來看一下很正 很好 好 再切 對面不 Kristoff 拿開 解為奇紀ない 給住 拿1 從多 從擦點 小 这个四面呢都贴好了 现在就要开始贴这个淋布 刚才我们采好的 也是先从这两边贴 贴完再贴上下 这个怎么贴呢 这个呢就不能够打降虎 要打在这个淋布上面 降虎要打在淋布上面 也是一样放在靠 这个边 靠这个边呢 你就打降虎 打在这个淋布上面 然后就往这个块记得你就往这边贴 这个线呢就一定要平均 这个线 轻轻地给它放好 就好像一条线 就可以了 那这弄好呢也是一样用纸 把它涂上去 一方面可以吸降虎 一方面呢可以把它钉了 就可以拿起来这边就好了 好 那这板子呢如果降虎呢 现在去擦一层 把那个降虎弄掉 这边的已经好了 现在再换这一面的 这面的呢也是 记得一定要降虎涂在淋布上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好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贴下面的 记得 这个上面叫天 下面叫地 这个地呢 要比较短一点 偏长一点 这个地方呢 就贴在这个地方 它比较多出来一点点 这就很好 嗯 就这样 也是一样 那种淋布 好 感谢观看 把这地就贴好了 这个要拿起来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还湿的 所以可能会分开 这是地贴好了 那现在呢就贴 这边比较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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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下一次再教表第二层怎么表 好那就这样这一张就好了 就是这样这就贴好 卷轴要有棍子 上面有棍子下面也有棍子 所以呢我们这边要贴一张纸 这边先4.5公分 4.5公分 好画一条线 这条线呢就是这边不能表的时候不能表到浆糊 这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这一张纸呢 要再裁一个第一层表画纸 第一层表画纸呢要比他多一点 好比他多一点大概就是做个那么多这几公分 4.5公分这一张纸大概要 6公分 7公分 好这个上面呢这边就做一个7公分 好就这样 因为这个纸很薄我们就用 不要用切的 4公分 4.5公分 4.5公分 然后这个呢 长一点7公分 好就这样 对 然后呢怎么贴呢 我们把这一张纸呢 盖在这一条线上 盖在这条线上 然后那个酱糊贴在 你就往这边 这个线 线跟这个纸之间呢 你可以贴酱糊 也贴一点点不要贴太多 一点点就好 就这沿着这个线这样 两边都有酱糊 两边都有酱糊 没关系 好 两边有酱糊了以后呢 你就把这一张纸呢 有酱糊这个了 翻过来 往上贴 要留一点 好 往上贴 你看 有没有看到这个线 好这条线平平的 看到下面一条线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好这边要多出来啊 这一张纸要比这个鳞布多出来 把这个剪掉 好这这就可以了 好这就是这样 记得一定要这样 而且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有一条线嘛 所以这个线下面呢 都不能有打酱 这要放棍子的 好 剪折 上棍的 OK好 这下面呢 你就从 下面算起 嗯 7.5公分 好 从这下面这边 到上面 7.5公分 好 两边都是7.5公分 好 7.5公分 然后画一条线 跟上面一样 画一条线 然后这个下面呢 跟上面要贴的这一张 低层表块纸呢 你就要 大概9公分 要9公分左右 也是要贴在这上面 好 我们就先量9公分 9.5公分 太少 你可能吧 9.5公分 9.5公分 9.5公分呢 还是一样的方法 把这个对准这条线 我们可以从这边来 对准这条线 然后磨浆糊 磨在这个纸的两边都可以 可以不要磨那么多了 刚才磨太多 不要太多 上面这个为准 磨好的人要翻过来 也是一样 把它贴在 我们这个给它靠边就不用 贴在这个 有没有看到这下面的线 下面这一条线看得出来 就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呢 就是要这样 就粘住这边 空下来 这样我们这个就完成了 要等它干全部干 然后你这样贴好的时候呢 一定可以用那个板子 你这个翻过来 找一个干净的板子 干净的板子呢 你用重一点的东西呢 比如说尺也好 什么也好 你把这个接缝的地方 把它固定 把它固定 用的东西盖起来 然后等它全干 那下一次表就会很好表 你如果没有用也可以表 可是比较难表 因为它会皱 你如果压着 它干了以后 它就比较平整 比较 表起来比较简单 好 那我们就这样 今天就是贴这个领布 方法教各位了 这个呢 必须要等到完全干 才能够再表 现在湿湿的时候不能表 就这样 好 那今天我们就表画部分 就教这一部分 我们教过呢 表画 怎么表 像这个画我们不是都 领布都贴好了吗 这就是完整的 要表简直的一张画 然后接着呢 你就把这一张画 弄一个第二层的表画纸 第二层的表画纸 你踩 把这个画放在这个表画纸上 这个是已经踩好的 你就踩的跟 这上下要多一点 好 上下多一点 这就可以了 好 等等我们就把这一张画 就用这一张第二层的表纸 托在下面 表在下面 就是可以了 好 那首先呢 我们把这一张画呢 翻过来 喷一点点水 不要太多 喷一点就好了 好 让它吸一点水分 要不然这个 第一次贴过架固了以后呢 它拉得很紧 好 所以比较容易揍 我们就稍微 稍微 喷一下 就让它吸水 然后放到一边 放到一边就可以了 接着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第二层表画纸拿出来 因为第二层表画纸呢 很厚 它吸水的程度会吸很多 所以呢 如果说 你全部用酱谷的话呢 还有这个表画纸呢 它有时候很脏 它们可能做的过程会有一些 那个我们就把它弄掉 让它整的白了 好 那这张表画纸呢 我们也是先喷水 让它吸一点水分 要不然等等我们在刷酱谷的时候 只有水都被纸吸下去了 所以呢 那个酱谷就变得很厚 好 这样这样也比较好刷酱谷 好 现在我们喷一点水 你看刚才皱皱的纸 现在已经都拉平了 还是一样用这个调好的酱谷 用这个加了酱谷的刷子 记得这个酱谷还是要这样调一下 免得它沉淀了 然后在旁边打一打 把那个酱谷水分打掉 然后也是放射状的 往外刷 然后把这张表画纸全部刷上酱谷 记得第二层表画纸很厚 所以你在刷酱谷的时候 不要只刷一次 你要看它真正的酱谷 这样也吃下去了 我等等跟各位讲 比如说你刷第一次过来 你以为这个地方刷到了 没有 你必须要再把它重叠一下 再刷一次 像这个有点好像没有吃到的 你就要把它这样吃下去 好记得你可以重叠 在刷的地方你要重叠一定要看清楚 要不然你像你刷你如果没有照次序 你从这边刷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没刷到这样 所以一定要叠上去 所以一定要叠上去要很仔细的看 现在这样刷好了 刷好了我们再把它刷一下 这非常均匀的 刷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挑起来 因为第二层表画纸很重 所以我们在挑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叠多一点 它才挑得起来 而且它很长 所以你可以有点重叠 把它叠起来 叠起来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拿起来放了 就放在那个旁边 记得这个桌子呢 因为刚才打水了 湿湿的 所以你要用一个干净的毛巾 或者是摸布 把这个桌子擦干 而且要让它非常干净 你要干的 因为你如果湿湿的话呢 话会沾到脏了 话也沾脏了 就前功尽切了 你所表的话 好 你把刚才打了水 喷了水的话呢 你先放在这个板子上面 好 你看 这个话因为我们有贴边啊 还有贴鳞布啊 还有贴这个 所以呢 它会皱皱的 会有点鼓出来 因为拉力的关系 好 现在呢 首先你要做的就是打 酱谷水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好 水不要太多 可是要有酱谷 先把这个锯条的四边 拉直 用酱谷 把它轻轻的拉到那边去 它吸了一点水分以后呢 等等就好 拉了 好 先把这个锯条拉直 拉完了以后呢 还有这个地方 你贴酱谷的地方呢 你最好都是用 拉一拉 它等等贴起来就不会皱 好 那现在这个拉子 它们看得很明显的 它已经止了 你就轻轻的 用这一支刷子 把这一张画呢 刷平 这样再一拿 它就平了 这个也不是要刷很多酱谷 就是用这个刷子 一点点湿湿的 还有一点点酱谷 这就可以了 它就好像硬了 到那边 再来 你 做一下 做一下 对 你看 按 我們先去把剛才的這一張紙 你放在桌子邊的這一張紙拿過來 拿過來放在這個上面 像那個第一次我們錶一樣 也是這邊對齊 一面放一面刷 那前面的時候呢 有時候它這個有點重 沒關係我們不要急 這個不要那麼快 給它刷片 我們從這邊刷先把它拉直 這個等等再調整 像這個張的我們就要把它擦掉 這個跟剛才刷子有點上 把它拉平 一面放紙 一面用刷子把紙拉下去 好像這個折到的地方呢 我們就拉起來 這就在上面就很漂亮了 那這個剛才我們放的時候呢 它有點皺 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調整 所以呢它皺到的時候你偏不急 你不要刷下去刷到皺皺的 這個最後再調整它就平了 就非常平 你先大體上把它刷平 刷平了以後呢 刷平了以後呢 要用另外一支比較硬的刷子 把這個巨條的地方呢 你看它有白白的空氣 把這個空氣打出來 把這個空氣打出來 把這個空氣打掉 這個空氣打掉 還有這個邊 邊也要打一打 好 大體上這一張畫就表完成了 那現在呢就是要上板 要把它上板 一個禮拜以後才可以拆板 上板呢你就記得 就在那個多出來的這一張這樣打 一定要打到每一個地方都打到 不要打到畫 因為拆的時候呢 它要有空氣 好現在要上板子了 上板呢 你就把這個表畫紙拿起來 下面的話 你最好你要把它挑起來 好免得它分開了 那右手呢拿著刷子 然後拉 拉你不夠高 你就用力把它拉下來就好了 這就對了 好 那我們就上板 上板 上板 不夠長 因為我們這板子 當然要放另外一幅畫 OK 這樣 然後把它刷一刷 記得這個邊一定要把它刷在板子上 要讓它黏住很老的黏住板子 好然後呢 從旁邊吹一口氣 讓它鼓起來才有空間 有張力 它才可以把這個畫拉平 好 那等一個禮拜以後再拆板 這個就是表畫的畫 好今天我們就交這個表畫 交到這裡 Hello my friends 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 上一次我們第二表已經表好了 就交了臨布以後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這樣 那這一張呢 就是我們已經從板子上拿下來了 然後你把它裁邊 兩邊這個距離跟這個距離要一樣大 然後邊裁下來 邊裁下來了以後呢 現在就是棍子 這個是下棍 下面的就是下面的棍子 這個棍子呢 這個中間有一個洞 然後我們這個有一個桌頭 要這樣放進去的 好然後捲在這裡面 所以呢 這一支棍子 圓筒呢 要比這個畫小一點點 你看要小一點點 因為我們加了這個桌頭以後呢 這個臨布要包得上 所以呢 這個要稍微短一點 好 那這個弄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桌頭 因為它很鬆嘛 所以呢 我們要把這個桌頭呢 插進去 然後找個小釘子 小小的釘子 這個頭不要太大的 這個釘子 然後把這兩邊 釘起來給它固定 要不然你這個畫呢 會 會掉 這個桌頭會掉 所以呢我們表畫呢 也要會 要當木工啊 好 釘這個釘子呢 要釘兩邊 如果一邊的話 它不穩定 你就釘兩個就可以了 好 這釘好了 另外一邊釘上去 好 這就緊緊的就可以用了啊 那這個上面的呢 這個是上棍 上面的棍子 這個上棍呢 你必須要跟這個紙完全一樣大 剛才這個上棍呢 在這邊 所以這個邊呢 要貼 怎麼貼呢 你就找一樣的淋布 剪成三角形 然後把它磨上漿糊 磨上漿糊了以後呢 對準這個角在上面 這個地方 因為這棍子呢 平的這一邊 在正面 然後你把漿糊壓下來 這邊 弄到這裡來就可以了 就往前 好 就往前 滑面這邊 往前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另外這個呢 也是一樣 這個醬糊呢 就不能夠打水的啊 這整個醬糊 濃的醬糊 好 把它拉下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兩邊包上這個淋布 好 就可以了 好 現在呢 我們先做這個 上面 上棍子 這個棍子呢 你把這個 平的這一面呢 對準你的畫 好 對準畫 然後你把它包過來 包到這個地方要裁掉 只要能夠包到這裡就好了 好這個地方要裁掉的 好 然後這下面呢 也是 也是要包到這裡就好了 好 這個地方要裁掉 所以我們剛才呢 好 這個地方裁掉了 然後這個呢 要裁一點點 我們就 不要用那個 割的 我們就用 切的 好 這一個呢 不要用那個 割的 我們就用 好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開始來包 這個棍子 怎麼包呢 記得 這個畫的 這個地方 一定要放一張紙 要不然你等等 塗醬 我都塗到畫 好 這個地方呢 你先 按住 然後再用另外一根 把它夾住 夾住 下面這一張紙呢 先包上去 包完呢 上面呢 再包下來 好 那這個我們就打醬糊 要全部打醬糊 記得 碰到 這個臨部這個地方呢 不要打醬糊 因為你夾住 夾住的地方 不要打醬糊 就只有這個地方打醬糊 就好 好 這樣我打好了以後呢 你就把它拉上來 拉上來 包下去 這要壓緊 好 這就很好了 然後接著呢 這一張要包下來 所以呢 這醬糊呢 就打在這上面 好 所以我就說 一定要墊一張紙 在這個畫這邊 要不然你打醬糊 會打到畫 所以要 一定要墊一張紙 然後接著呢 你就打醬糊 也是 這個上面 全部打醬糊 記得這個邊一定要打到 打好了以後呢 把這一張淋布 拉下來 輕輕的 不要拉它 就是 蓋過來 蓋過來就好了 輕輕的 摸一下 把它 拉平 好 這樣就對了 OK 你看 這就很漂亮的一個 上面 好 這樣就是完成了 看 這就上面的就弄好了 那蟹麵現在呢 就是做下面 下面呢 你就可以這邊呢 裁掉 裁掉那個 不用很長 就是裁 比 這個原來的 就是我們第一次 加貼的那一張 你只要大概裁掉 多1.5公分 比這個原來的 多1.5公分 就可以了 好 差不多1.5公分 的程度 就可以了 那這個呢 也是一樣 當你貼這個線的時候呢 你最好 從這上面再量下來 你看 這邊比如說你只這樣 從上面量下來 這邊 14.7公分 那這邊呢 也要14.7公分 好 那這邊就多了 你這邊就少了 所以你就要把它拉 拉上去 所以貼這條線的時候 非常重要 因為你 你這個如果不正的話 你這個畫 掛起來就會彎 就不會垂直 在牆壁上就不正 4.7公分 好 這個也是 因為這要全部塗醬糊 所以你必須要 一張紙 墊在下面 好 那像表下面的桌頭的時候呢 卷軸 下棍的時候呢 一定要記得把畫 一定要用紙墊起來 好 因為我們要刷醬糊 那你這醬糊呢 就全部 都要刷上醬糊 記得這個邊一定要刷蜜 記得這個邊一定要刷蜜 打均勻 也不能太多醬糊 也不能太多醬糊 因為我用手指頭的話呢 你就可以感覺到它的那種 哪裡有沒有醬糊啊 有沒有打到醬糊啊 願意刷子刷你 不知道看不出來 OK 好了 那現在都刷好了以後呢 就是剛才這支棍子 好 記得 你要看你剛才留多少 你要記得這個邊一定要正 這個邊一定要正 兩邊留的一定要一樣多 好 那你放正了以後呢 先把它 黏住 輕輕的 往上滾 滾到下面就好了 好 然後這個地方不正的 你就稍微 拉平 現在呢 我們這個上面呢 要釘那個線 好 掛的線 你就是這個是正面嘛 然後你這個上面這個掛在這邊 你呢就是找那個大頭的 大頭的鐵釘 頭大一點 然後短一點 那你下面找一個隨便什麼 塑膠皮啊 塑膠片啊 什麼都可以當墊子 才不會進去 先這樣弄好 然後呢 你看你的那個畫 這個有多長 好 那兩邊呢大概就是 留個 你可以分成三等份 三等份 大概就十公分 九點五 這個九點五 就這樣 好 你可以把這兩邊 一定要相等 中間大一點 沒關係 然後你找一個斷帶 來 差不多 差不多在這個地方 一邊長一邊短 因為你以後 要 好 就在這個地方 釘下去 好 那就可以了 就過來了 然後這個地方呢 也是這個地方 好 釘好了以後呢 你就可以 這個斷帶呢 就可以綁在一起 好 這樣就可以掛了 那掛的時候 你掛在牆壁上 就掛在這裡 掛在牆壁上 然後這斷帶 就放在後面 然後你這個斷帶 為什麼那麼長呢 因為你有收長 捲起來 這個可以綁 那這樣今天這個就完成了 好